说起我国自主研发的东西 特别是操作系统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曾经的Ophone 最近中科院联手上海联同发布了COS 全名是China Operating System 号称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 它基于Linux 可用于电脑 智能手机 平板 机顶盒等领域 支持原生级HTML5应用 还可以通过虚拟机运行Java应用 据称可运行的应用总数已超过了10万个 但是我们看来无论是系统界面 软件图标还是演示机 无一不让人想起之前传闻与我国政府走得很近的HTC 不管怎么说 COS看上去很像安卓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更有网友看过之后戏称 COS其实就是CopyOS的点写 目前暧昧不清的HTC的回应则是 继续专注于和现在的OS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 如今HTC新旗舰M8又有了一些新的信息 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消息描述 HTCM8将在3月之后发布 而之前泄露的途中 那个位于背部上方的圆孔 其实是一颗附加的摄像头 用于辅助新一代的Ultra Pixel传感器 好吧 只要不像One Max那样用来做指纹解锁就好了 或许 这将是HTC的又一次的自我创新 中国移动昨天已经正式发布了移动版的iPhone 5S和iPhone 5C 同时官网也悄悄地将原来销售的iPhone 5S A1528和5C A1526下架 更轻微和港版一样的A1530和A1529 新旧机型仅仅在网络知识支持上有所区别 新机型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的3G和4G网络 而旧机型是不支持4G和移动3G的 苹果的这个做法引起了不少用户的强烈不满 他们认为苹果有卖阉割机之嫌 甚至有愤怒的网友表示 要在苹果店内将两台刚买的iPhone 5S砸了 大家都知道检测血糖一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重点不在于扎那一下 而在扎之前所承受的心理恐惧感 结果是医生很难收集掉糖尿病病人的血糖记录 最近万能的Google打算解决血糖测量的问题 在官方博客上Google公布了一个新的设想 他们打算结合微型化的无线新品 以及血糖监测传感器 制造出智能隐形眼镜 利用眼泪来检测血糖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随时随地检测出人体血糖数据的变化 和Google Glass一样 这个智能隐形眼镜也具备提醒功能 设计者们给它加装了一个LED小灯 一旦人体的血糖超过了正常数值 就会发光警报 据称Google有可能采用无线充电的解决方案 在博客中Google透露 他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 将这项技术完成并推向市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